準備就過年,每到這個時候就有不少朋友開始精神訓練 一方面,YES,終於放假,終於過年 另一方面,啊,我不想過年 我不想又被親戚朋友圍著問問題 沒錯,過年又要被親戚朋友圍著問問題 說真的,那些親戚一年才見過一次 又是我們長輩,按道理、按邏輯、按情分 無論是專丹還是有心,他們慢我們肯定要回答 那就不要怪我們反擊 雖然在網上已經有很多視頻教大家如何回覆親戚 不過我還是覺得太麻煩了 現在我就教大家一個終極簡單的方法 就是他們問我們什麼 我們就問他們什麼 不要先下手為強,我們先問 如果你還在讀書,那親戚朋友最喜歡問什麼? 問成績啊 風仔,希望考試排全班第幾啊 排全級第幾啊 高考考多少分啊 考到去哪間大學啊 有沒有獲得獎學金啊 那你就可以又問他們這些問題 一坐下來就問 秘姨,你公知排全部門第幾啊 排全單位第幾啊 今年儲了多少錢啊 今年調去哪個部門啊 今年有沒有年中獎啊 若果你已經在工作 那親戚可能就會問 風仔,現在多少錢一個月薪金啊 什麼時候升職啊 什麼時候買房子啊 今年年中獎多少錢啊 更簡單 你把這些問題反彈給他們就可以了 秘姨,現在多少錢一個月薪金啊 什麼時候退休啊 什麼時候買房子啊 今年年中獎多少錢啊 若果他們都答得出 8000元一個月 下一年就退休了 買了啦 現在等收樓 年中獎 20000元左右吧 那這些親戚你應該好好跟他們相處 說不定又幫到你手呢 這個創業萬一要借錢 就看你跟親戚朋友的交情好不好 如若果他們答不出 那叫他們收屁啊 問,問了可以提早退休嗎 還是問了有錢買房子啊 問啊 然後大家最討厭的 當然就是親戚朋友問感情生活 蜂仔,有沒有女朋友啊 同樣地,把這些問題反彈給他們 肥姨,有沒有出軌啊 連理由都可以反彈給他們 親戚一聽到你說沒有男女朋友 會怎樣跟你們說 蜂仔,你都這麼大個兒子了 是時候找回女朋友了 再遲些,你想生孩子也不能生啊 你不是可以跟親戚說 肥姨,你都這麼大個女兒了 是時候找隔壁屋王叔叔了 再遲些,你想排X都排不到啊 再進一步,你問我什麼時候生孩子 我就問你什麼時候要移胎 大家都晚分晚慾,何必分先後呢 三姑,六婆,你們夠膽生,我就夠膽跟 但是其實,說了這麼多 我都知道,你們肯定不會這樣回答 所有網上教你們怎樣回覆親戚的這些視頻 你們看完都不敢跟著做的 今期節目視頻你們都不敢轉,我是說的 因為你們心肢肚明 你們這樣回答是會被人打的 親戚就坐在你們旁邊,你兜兜兜兜兜他們 他們不咬你,你老爸老母都拿個全盒出來哄爆你的頭 那究竟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親戚問問題呢 有 好,只要你們送幾盒粒尚王全新推出的堅果禮盒給他們 用各種炒貨堅果果乾,塞住他們的口 他們只顧著吃粒尚王,自然就沒空問你們這麼多問題 今年拜年,記得去粒尚王門店 帶幾盒堅果禮盒送給親戚 吃粒尚王門店 今餐好好送啊 有雞腿吃啊 是呀,是呀,很好送啊,吃啊,好開心啊 看看吧,幾百萬粉絲,只有我雞碎那麼多的轉發 好意才吃到你們,不准吃 還有啊,這些雞腿來嗎? 餓給你啊,不要文化 各位老闆,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 每晚看完節目,就順手轉發吧 我們下餐有沒有要吃,就看你們了 麻煩了,麻煩了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